魏满洲國皇冬 秦明殿也是正殿 1934年的3月1號 溥仪在這邊舉行的第三次登基大典 成為了魏满洲國的傀儡皇帝 溥仪他有痔瘡 像這樣子啊 大家早安 我是Ben 我們現在就在吉林省的省會長春市 這邊是個大城市 為什麼要這麼說 因為它這邊有地鐵 有地鐵就方便多了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來到吉林省的省會長春 我們要幹嘛呢 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大家一定聽過 一定在歷史課本當中說過 就是魏满洲國皇冬 就是溥仪在那邊生存了 不是生存 生活了十幾年 在日本佔領東北的時候 在19230年代的時候 建了一個偽政權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好好看一下 這個魏满洲國皇宮 那這邊怎麼去齁 其實還蠻方便的 因為有地鐵嘛 它就直接搭1號線 轉2號線 直接就會到那個 魏满洲國皇宮內戰了 所以我從這邊過去大概只要 20分鐘 那我是預約9點半的那個票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走吧 至於票價多少 我們等一下現場再跟大家說 OK 今天沒有很冷 最近是比較 這兩天是比較熱的 大概就是 4度5度這樣子 那明天 就要開始下雨 可能還會下雪喔 好 那我們地鐵搭起來 來 其實這邊很酷喔 這個車站它有設別設計過 你看 有沒有 它是有一點就是 中國風的感覺 有那個燈 掛燈 有沒有 好那我們現在先找出口 離開這個魏满洲國 魏满皇宮這一站 那從地鐵站走出來 其實蠻快的 5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這個 魏满洲國皇宮的售票處了 OK 那入口在哪邊 入口就在裡面 然後這個票呢 其實現在都很方便 你就直接在微信上面買就好了 可是呢 先說這邊票價多少 這邊票價是70塊 然後呢 如果你在美團上面買 或是西城上面買 就是達哥 糾澤 我覺得一定要跟大家說的是 可以買連票 可是呢台灣人買辦法買 因為他們只接受 大陸人的 身份證指號 所以如果連票 哪邊的連票呢 就是長影 長影舊子博物館 那邊是一個 跟電影非常相關的地方 聽說也是在長春壁區 那這樣的連票 其實只要99塊 如果你正常這樣買的話 要160 所以差了 將近60塊 可以省很多 但是我覺得沒辦法 那今天就是好好的 在魏满洲國皇宮 這個博物館呢 繞繞 那我先拿出我的票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去啦 我們現在人在這邊 然後入口處其實在這裡 所以它佔地面積其實算非常的大 OK 連火車頭都有 在1931年的918事變之後 日軍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佔領了整個東北 雖然受到國聯的譴責 但為了要鞏固東北這塊大餅的利益 於是在1932年的3月1號 滿洲國成立 而為了要讓整個政權看起來更正當 日本人便扶持溥儀上位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溥儀第三次登基 並從1932年到1945年 在長春生活了14年之久 看到這個珠黃色的大門 就是第一個看點 有沒有看到這些金黃色的門丁 數一數是剛好9981個 在古代 九是陽樹之極 是最能體現古代軍王的尊貴地位 那已經進到了這個算是真正的皇宮部分 很漂亮你看後面 其實我覺得這邊的感覺就是 它就是用一個大 然後非常莊嚴的一個概念 來設計這個魏滿洲國皇宮 很酷啊 那我們就先從 我們剛拿的這個參觀指南 OK那我們就照著它的路線走吧 我們第一站後面我們先看到這個是什麼 這是6號 6號是同德店 裡面有什麼呢 不記得 進去的才會知道 那我現在要幹嘛呢 又要拿出耳機的 因為其實這邊他們都有付那個 免費的語音導覽 我發現這個語音導覽不是免費的 是要20塊 你也可以啦 我覺得20塊划算 然後我們就直接 付錢聽起來 因為我覺得要這種地方齁 你要嘛花錢請一個導覽 但通常那個都是要 不少錢的 可能一兩百塊 現在可能大概一百塊吧 那我決定用聽的 因為如果沒有聽清楚 我還可以一直聽一直聽 OK好那我們要直接 聽起來啦 這裡要推薦給大家一部電影 末代皇帝 裡面有很多關於魏滿洲國的描述 其中場景就是在這裡拍攝的 所以強烈建議看完電影以後再來 你會更有感覺 好OK 如果你一進到這個博物館裡面齁 你一定會先看到這個 從入口一進來 這個就是同德店 那同德店是幹嘛呢 基本上同德店算是在整個 魏滿皇宮裡面是最重要的東西 它舉凡政治就是辦公室嘛 然後生活起居睡在這邊 或者是娛樂都在裡面 那其實這個是在1938年建成的 那你注意看它的建築 其實有點不東不西 就是它是一個琉璃瓦 黃色琉璃瓦在屋頂有沒有 但是你注意看喔 因為日本人想說要讓這個 這個偽政權看起來更有感覺 更有味道 所以呢他們就怎麼樣 他們在那個琉璃瓦片 都會用日文相上那個 同心同德 一心一德的概念 但是其實在建成1938年建成之後 府儀都沒有住過 因為他覺得裡面應該 絕對百分之兩百會有那個 竊庭席 所以基本上他只有在1943年之後 他才在住在裡面住了一陣子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去看一下 裡面的內部裝潢 這個地方呢叫做廣間 它其實用日文發音 就是大廳的意思 Lobby 那像這邊要幹嘛 班斗 家宴 或者是要有一些日本官員來拜訪的時候 我就是在這邊迎接他們的 那廣間往前面走是什麼 是在那個 從來沒有使用過的一個廳房 那個廳房叫什麼 帶大家去看 在廣間的這些吊燈 都是依照當時的歷史照片修復完成 每個都重達120公斤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二樓 二樓其實就是告訴你 他從最一開始1938年建成了 一直到現在他的演變的過程 那其實這邊有照片喔 沒有變很多 你看 對 基本上 都是保存得非常的好的 我剛剛逛了一圈發現 在童德鏈裡面 蒲依真的很討厭這個地方 因為像這個 這個是 他們當初建成用來做客廳的 蒲依的客廳 但是沒有用過 其實進入了童德殿 你會發現很多房間都沒有使用過 一方面是蒲依 怕被日本人監聽 另外一方面其實也和他複雜的心境有關 這裡是電影廳 最開始是設計用來次宴的宴會廳 童德殿的落成典禮就是在這裡舉行 但後來因為蒲依的要求而改成了電影廳 而放映的電影主要都是日軍清華的紀錄片 或是美化日本的劇情片等等 其實因為蒲依他到這個魏滿洲國的時候 他其實算非常年輕 所以他的興趣有什麼 當然是打台球 他這邊叫台球我們打桌球 所以他算是桌球蠻厲害的喔 可以跟他調一竿 那我們下一個地方繼續看好了 我們就一進到底 OK 我剛剛從這邊走進來的 再來呢下一個地方是鋼琴間 我們剛剛其實一進那個童德殿 有發現鋼琴嘛 蒲依他很喜歡彈鋼琴 那這邊呢就是他的另外一個鋼琴室 OK 好 Next 喔中國肩 這個蠻酷的 這個他就是負責休息的 或是召見那個皇族的舊城門 就是滿清的城子 喔 有啦有啦那個風格是完全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從他的家具 對他家具都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我覺得保存得非常好 好那最後呢 最後就是 這是中國肩嘛 這個就是辯見式 什麼是辯見式 非正式的招見 就是在這裡 先簡單的一個會談這樣子 不用太多禮數 就是這樣 等等大家都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只有四顆球 對不對 補儀他們打撞球這個未滿 那中國他們的規則好像跟我們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至於怎麼打我還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個二紅二白是用來計分制的 打什麼 I have no idea OK 那我現在離開這個統德點 我們往下一站是東玉花園 顧名思義應該就是一個 讓溥儀在這個偽政權的傀儡之下 那種統治之下 有一個可以善心的地方 就在後面 我為什麼要站在這一群 看市面有東西的廢墟裡面呢 那其實這邊在玉花園裡面 東玉花園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在對面的西玉花園 那這個東玉花園 我身後這邊呢 這個遺址呢 它其實是一個神廟 不是神社喔 是神廟 建國神廟的 在這邊 但是為什麼現在看不到呢 是因為在1945年的8月11號晚上 普遺逃離這個魏滿洲國 逃離東北的時候呢 關東軍 日本的關東軍 一把火把它燒掉 所以你現在只看得到這個遺址 但是旁邊 旁邊這裡呢 是一個防空洞 因為其實在1945年那個時候 1944-1945年 東北其實常常被轟炸 那當他們在祭祀的活動 突然來一陣轟炸 怎麼辦 往防空洞裡面跑 所以這個防空洞是常常在使用的喔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一站走 等一下我遇到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就是我的 我剛剛不是花20塊錢買了這個微信的 就是他們的 呃 語音導覽嘛對不對 這個東西 壞了 我只聽了一站 我只聽了同德電 我花20塊只聽一個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怎麼刷新他都不理我 很奇怪 嘖 我等一下去問一下好了 要不然這個有點假開機 怎麼破音了 嘿嘿嘿 音樂 OK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就在同德電後面的小白樓 那小白樓他是放什麼的 他是幹嘛的 小白樓呢 那他就是放一些字畫 清晰書畫這些等等 不管是佛經 或這邊佛經 然後還有樓下他是有書法 然後甚至是一些印章 對一些算是玉璽類的東西 1924年年僅18歲的溥儀 被馮玉祥趕出了紫禁城之後 輾轉來到了天津 什麼都不會的他 唯獨寫了一首好書法 就這樣為了生存 末代皇帝開始了短暫的邁字人生 既然來了 我也得寫些什麼紀念一下吧 融融歷險記到此一遊 我們離開了辦公室 現在來到了鄉房處 其實這邊是東南西鄉房 它就是一個長廊房 裡面放了一些保存 當初所留下來的一些字畫 跟一些雜物 那在我身後 這個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們剛剛去的那個呢 叫什麼 童德殿 童德殿是幹嘛的 就是辦公室跟趙建一些 尾關東軍的一些官員們 或者是辦理家宴嘛 那我剛剛不是有說 很討厭那棟建築物 很討厭在那邊生活 所以他沒有在那邊睡覺 他來這邊睡覺 這間呢叫做契西樓 OK那我們就看一下 其實這邊很有趣 這邊有從佛堂啊 書齋 臥室 中藥庫 然後那個皇后婉容的臥室啊 書房 吸菸室 呵呵 看起來吧 契西樓算是整個 衛滿皇宮的另外一個重點 契西兩個字的意思 其實是指 繼承康熙 希望自己的德性能和先祖一樣 追求光明 一直到1945年 衛滿洲國的垮台之前 蒲夷和皇后婉容的生活起居 都是在這裡 那大家有沒有很好奇 皇后婉容長什麼樣子 這位就是 在在在 OK 反正我左手邊 我就是那個皇后婉容 她的模樣 她當初的照片 所以一樓呢 這個契西宮呢 就是放一些老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不管是婉容 或者是李玉琴 一個福貴人 還有那個譚玉琳 就是祥貴人 在溥怡的人生當中 最重要的五個女人 她在這邊都有放一些老照片 來到二樓呢 我們先往右轉 右轉就是那個 蒲夷的臥室 它的起居範圍 看臥室在這裡 這邊有個重點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床上沒有棉被 只有毛巾 這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蒲夷 她的床上沒有棉被 只有毛巾 因為她其實生活習慣 跟很多人都不太一樣 有一個 跟現代人很像 就是晚睡晚起 每天兩三點睡 然後十一六點再起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是 她不喜歡棉被 厚重的感覺 所以她是夏天蓋一條毛巾 冬天蓋兩三條毛巾 還蠻特別的對不對 第三個你有沒有發現 她那個床齁 不大 為什麼 是單人床 她跟任何的皇后 基本上都是分開睡的 所以就變成說 你看 東側是溥怡的生活起居 那西側那邊 是皇后婉容的住所 很奇怪對不對 明明是父親 但是卻不同床共枕 那看完了臥室呢 對面 就是她的廁所衛生間 那我跟你說 這是一個冷池師 撲衣 她有痔瘡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等一下給大家看 馬桶前面會有一個桌子 他們就會坐在馬桶上 然後每天來閱讀 不管是皇宮的開支 或者是報紙 對 魚缸可以看 要不然她上廁所的時候會很無聊 你看 廁所 這是休息的地方 看報紙啊之類的 浴缸在那邊 然後呢 你們看小木桌 那邊是馬桶的部分 沒辦法近距離給大家看 洗手台 大概就是這樣 這就是她的衛生間 這邊轉 後面呢就是她的書房 這邊就是她比較常接近一些外賓 或者是軍官 甚至是朋友們都在這邊聊天開會 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重點 重點是 對面跟我左手邊的這個 我把左手邊的這個方罪 對面呢就是 溥儀她信奉的是佛教 然後尤其是張傳佛教密宗 你看這就是她的佛堂 那其實她在這邊會做很多事情 就是譬如說打掛 算掛 算命 為今天的一天的行程說 這個要不要去接見 還是要不要出去玩之類的 她都會在這邊 算掛 或者是在那邊念經 然後燒香拜佛 都是在這裡 這塊帶有龍的地毯 其實在電影末代皇帝中也有出現 但只有短短一秒 沒時機來過這裡 根本不會發現 在契西樓也有專屬於溥儀的理髮廳 十分注重外表的溥儀 只要接見重要人物和重要活動之前 一定會來這裡 而剪完了頭髮可不能亂丟 得準備一條黃色的絲巾 把頭髮包起來 並住明日期妥善保管 中藥房應該算是這棟建築 最經典最特別的地方 絕無僅有 溥儀對中醫藥的熱愛 經常翻閱中醫的書籍 研究中醫藥治病的規律 並抓藥清腸 好我們現在來到 先看婉容皇后的臥室 你看這就是雙人床 可惜 你知道我現在在看什麼嗎 我現在在看那個 婉容的一些資料 超級精彩 因為婉容她其實很年輕的時候就成為皇后 她成為皇后那一年才18歲 所以她算是一個很怎麼講 很西方化很西華的一個女生 知道她英文很好 然後琴棋 舒華 樣樣精通 所以就是一個算是新時代的女性 因為溥儀對性的冷感 再加上溥儀因為淑妃文秀離婚一世 怪罪到婉容的身上 從此婉容被打入冷宫 抽煙 吸鴉片 甚至是和世衛發生了婚外情 並產下一女 但也因為女兒的出生 夭折 婉容的精神世界開始崩壞 所以說婉容的煙癮到底有多大 根據負責進貨的滿洲國內務府的資料統計 婉容一年要抽掉30430支煙 相當於每天要抽85根 一天要抽4包多一點點 而且這個煙並不是普通的煙 是鴉片製成的 難怪有專家研究 婉容能活到41歲 真的是算是醫學上的奇蹟了 強烈建議呢 你必須要預留一整天的時間 才能看完這整個魏滿洲國皇宮 因為我已經花了兩個小時半左右 我才看了三分之一而已 真的 我原本想說下午要去那個長癮舊子博物館 去不了了 我們今天就是好好的在這個魏滿洲皇宮 逛逛 但是我跟你說現在是很多 因為今天是禮拜四 很多那個學校出來 在戶外教學你看 所以變成說我現在要 再把我的腳步放慢一點 等他們離開之後我再好好的逛 超級多人 看到那麼多人就覺得恐怖 在我們進入那個秦明樓之前呢 這邊有個日本憲民室 可是這邊現在已經變這樣子了 完全沒有他的感覺 但當初早是為了要嚴密的掌控 普宜的宮內行動 好啦小朋友們都已經要離開了 那我們要進去囉 城光樓承接宮序皇帝之門 直接上二樓 那其實在一開始就是浦宜登基成為魏滿洲國皇帝的時候 他其實有一個情政的決心 就是要好好的整頓這一切 但後來發現原來我只是日本人的傀儡 所以慢慢的他就不來這邊學習了 OK 所以這就是當年他坐過的位置就在後面 那另外一邊呢我跟你說 就是浦宜他登基大典 或者是接近外賓 日本高官所在的一個地方 那邊其實我剛進去偷看一下 還滿震撼的 其民殿也是正殿 1934年的3月1號 浦宜在這邊舉行的第三次登基大典 成為了魏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並改年號為康德 這裡也是浦宜舉行典禮 接受朝賀、會見使節和重要來賓場所 而這裡是次宴點 也就是專門伴奪的地方 萬壽節或是慶典都會在這邊舉行 因為害怕日本人在飯菜裡面下毒 每份餐點都會經由示威官嘗過以後 放進一個特製的保溫箱 再加上封條 浦宜才敢放心的吃 吃飯的時候 專屬樂隊會在這個小房間裡面彈奏 庫巴 既然你要製造一個偽政權 一個魏滿洲國呢 這個服裝上面也是非常講究的 所以像我現在在這個廳呢 他就是展現一下 在當時魏滿政權統治的時候 他這邊的一些服裝 其實還蠻有特色的 在其他地方看不得到 而且他是以一個深紅色 暗紅色來當做一個整個服裝的整體的顏色 OK看一下 那這個是海軍 再來是 這也是海軍的外套 這個呢 一樣是大官 文官的 陸軍就不太一樣 陸軍就是深綠色 出了秦明樓 對面呢 沿著長廊走 就是懷願樓 就是一個祭司祖先 聖宗最遠的建築物 那裡面有什麼呢 我已經看到了 有遊客中心 販賣鋪 那其他 他自己笑場 奉仙殿 顧名思義 就是專門供奉祖先的地方 清朝歷代的皇帝都在這裡 沒有要介紹這個 我要介紹你一從那邊 大門一進來 你會看到兩個娃娃 很特別很特別 他們竟然遭受到 真的清朝他們的 各個皇帝這樣子 依序傳下來的 就是他們的偶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我是剛剛聽那個導覽 我現在在聽 才會知道 要不然你絕對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邊 那麼特別 蒲仪竟然要供奉兩個人偶 暖閣裡面供奉的這兩個人偶 是王爸爸王媽媽 相傳他們在明末的時候 救過努爾哈赤一命 從此以後 就被愛心角落的子孫們 世世代代的供奉 以表達對他們的救主之恩 看完了整個魏滿洲國皇宮 最後一戰還有一個溥儀特展 從皇帝到公民 1945年8月15號 日本無條件投降 兩天過後 溥儀宣布退位 滿洲國從此消失在歷史上 再過兩天 正當溥儀拋家棄子 正準備一個人逃到日本的時候 被蘇聯紅軍俘虜 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1950年 溥儀被送往了福順戰犯管理所 接受為期十年的勞改 還有思想再教育 42歲的溥儀編號981 第一次體會到所謂的勞動生活 衣服自己洗 襪子破了也要自己補 掃地拖替樣樣自己來 掃地拖替樣樣自己來 1959年經過了十年的勞改 溥儀遭到特色 並分配到了北京植物園 擔任園丁和售票員 1967年的10月17號 溥儀因為腎癌病逝 中國最後一位皇帝 結束了他的傳奇一生 我們剛剛從佳樂店出來 其實那個算是一個宴會廳 但現在變成一個特展 就是溥儀皇帝的一生 從皇帝到公民 所以他裡面我覺得做得超級棒 你喜歡歷史的話 你一定要好好在裡面花時間 我跟你說他是從他三歲登基開始講 然後講到他可能成為了滿清的最後一個皇帝 然後到滿洲國皇帝 甚至他被勞改 被關到蘇聯 然後勞改這些過程 他其實都記錄得非常詳細 OK 那我覺得 很有感觸耶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現在耳機聽的不是導覽 是聽了那個 末代皇帝電影主題曲 就是版本容易寫那個 那個氣勢跟磅礡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先看完那部末代皇帝電影 再來這個魏滿洲國博物館 或者是等一下我結束以後 就是逛完以後回去看 你一定會有特別有感觸 OK 那我們還沒有逛完呢 我跟你說 OK 這邊已經來到了西半部分 這是西域花園 跟東域花園就差非常多 這邊其實還有兩間建築物要看 這個就是植繡宣 我剛剛一直把它唸成植村秀 不能葉培不能葉培 那這邊其實是魏滿的初期呢 富姨跟他的妹妹在這邊 就是他們會在這邊吃飯聊聊天 耍廢一下 我們進去看一下裡面保存的怎麼樣 結束了喔 就這樣好突然喔 這個太突然了啦 我剛剛看一下地圖 原來這邊就是屬於核心的展區 就是博物館 外面其實是不用付錢 那外面有什麼 外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操場 我這樣看是操場啦 但是看了一下這上面的簡介 那其實是馬場 然後還有一些上次他的車庫 機房 甚至在最遠端 OK 你們看到後面 煙囪冒煙的地方 那邊其實是什麼 是禁衛軍 或者是他們侍衛的一些軍房 我跟你說 這部影片 腦容量超大 不是腦容量 是資訊量超大 因為我現在腦袋已經爆棚了 我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要怎麼介紹 因為有些東西 我覺得那個故事呢 我這樣手拿著相機講 其實是不值得的 也不是說不值得 他需要花更多時間 讓大家更認識這個 溥儀他的一生 還有這個未滿周國 他的歷史 OK 那我們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回去讓我好好的找資料 看論文做報告 這部影片一定會讓你學到很多 歡迎歷史老師用這段影片來 給小朋友看 絕對會收穫滿滿 而且身歷其盡 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可以去吃飯了 我看一下我在這邊待多久 我這邊待現在1點20分 我待了4個小時 好吧 好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末代皇帝溥儀 他的一生 也許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 身不由己 前半生一直是個傀儡 三次退位 三次登基 沒有一次掌有十全 而到了戰爭過後 總算有了自由 但那個時候的他 也來到了遲暮之年 令人不是很唏噓 下一部影片 讓我們轉換一下心情 來吃點長春好吃的東西吧 待會兒 我們下部影片見到 很好的 我們下部影片見到 部門鈴薯儀 下部影片見到